兩名男子衝進攤位 一陣手忙腳亂 眼看外泄氣體在腳下蔓延 下一秒突然炸出巨大火球 紅衣男子幾乎被炸飛出畫面外 藍衣男子則被火球包住 一個亮槍衝了出來 趕緊躲到冰箱後頭 直到現場瓦斯快燒完 一群人才敢進來滅火 並且把兩名男子趕緊送醫 警校改到現場 被燒傷的減薪副子檔 全身50%及20%的燒燙傷 22日上午9點多 桃園大溪市場一處豬肉攤傷 發生氣爆意外 從現實際畫面可以看到 一名女騎士從攤位旁邊 發動機車準備離開 不料機車勾到一旁帆布 拉扯到瓦斯管線 導致管線脫落外泄 減薪副子健壯立刻前來協助 但說是吃那十塊 瓦斯瞬間引爆產生巨大火球 確切起火原因 仍帶消防單位砍驗調查 而在新北萬里也發生離奇火警 加盟前馬路的水溝蓋冒出大量黑煙 接著火光竄出 伴隨著陣陣惡臭 21日晚間10點左右 民眾發現住家前馬路起火 嚇得趕緊打119求救 媽媽 我覺得那一台車沒到 一台車沒到 據了解 早上才剛進行簽電工程 不料晚上電燃線就起火燃燒 檢消貨爆後迅速抵達現場 火勢也終於可以獲得控制 而台電人員表示 本次釀災電燃並非台電所屬 可能是電信業者或是地視台 因此詳細起火燃線所屬 仍帶釐清 記者朱丁榮 劉智展 李維 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